大家好,歡迎來到粵語娛樂TVB知名男星 營男王長興在去年突然孫利潮工作了十多年的勞動家TVB 外界都特別驚訝 時間一個月,王長興也受到香港某傳媒的專訪 在訪問中,王長興大談過去十多年 在TVB的心路歷程和利潮之後的發展 也引發了不少網友熱議 據王長興透露,他對演藝事業一直充滿熱神 也一直沒有放棄 他有最初的王長興改名為王之好 再改為現在的王長興 兩度改名都是為了轉魂 但似乎改了兩次名字 他的演藝事業都沒有太大的起色 今年和公司談合約問題 雙方在太多問題上不能達成公式 可以說直接談崩 最終他決定來查 王長興加入TVB 拍攝的第一部劇集 就是和大美女 港者冠軍國線來合作的《會通天下》 拍攝完這部劇之後 王長興覺得在幕前的演出非常有新鮮感 所以開始喜歡拍戲 這幾年,他拍戲的頻率一直都不低 是公司女的老母之一 只是唯一遺憾的是 搶上碎器、身材見石 演技亦不差的王長興 並沒有獲得高層的絕對力捧 現在返亡 王長興不能成功上位 多小環繫和出道的時間有關係 當時TVB非常重視對王中澤 吳卓熙 以及馬國明等人組成的互運六星的培養 不少資源都有所傾斜 所以王長興確實有些生不逢事 可能是利潮恢復了自由身 王長興在訪問中就特別地說 他同批公司內部的山頭文化 導致不少演員想演的角色演不到 只能演一些高層安排的角色 在今年和公司談足藥問題的時候 就提出想要演一部劇集的男主角 但高層也沒有同意 所以他亦拒絕和TVB續約 決定離巢 其實在幾年前 王長興曾和TVB換過一種合作方式 那就是轉簽為《報頭合約》 那幾年他的自由度很高 甚至還在內地拍攝了幾部電影 讓他開了眼界 只不過在2020年的時候 公司高層爭熱鈴 又再度邀請他改簽經理人合約 但這三年 王長興自覺自己的演藝事業停滯不前進 他在劇中幾乎還是清一色的配角 甚至有些角色在他看來 都是可有可無的存在 至於離巢TVB之後 王長興有兩個發展方向 一是要繼續堅持拍戲 最好是能夠拍攝一些電影 二是要繼續壯大他的動育生意 賺更多的錢 給妻子 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 五歲時 王長興跟隨父母到法國定居 小孩網珠和哥哥對抗種族歧視 同時苦學法語 慢慢地 十多歲的王長興長得越來越歲 吸引不少女孩的目光 再加上他當時很喜歡打扮 所以總有女孩子來要他的聯絡方式 更離譜的是他在13歲時就已經有X經歷 在認識老婆前曾談過20多次戀愛 2004年 26歲的王長興來到香港發展 第二年7月他在女同事的鼓動之下 報名參加了香港先生選舉 雖然和班最突出表現組別大獎 但是卻被所屬的建立組的鄭健樂擊敗 說到這裏 就不得不說一下歷年香港先生的奇葩操作了 畢竟每次看都有新感覺 當眾良 更搞出了瀟灑組建立組 少年組聖年組 甚至有個最冷靜的香港先生長 不懂 對了 榮婦拉票環子 不難不提 這樣炫耀男士的節目真是不多 說到這裏 那些香港先生還真是好看 12年那時 富豪劉定成因恐嚇罪 而被判囚17個月 在他家找出來賞萬張男子馬照 聽說 劉定成以前用視鏡為名 騙男星去他家換裝拍照 但其實是想看他們某些部位 還說自己會介紹婦婆和工作 當時有份受害者名單流出 但大家都不承認是他 劉定成個個都說沒床 說他們參選的目的就是為名利 每屆港男都會互相串聯 他不用特地去找他們 自然就有人給他們電話號碼 當時黃祥發被包的事 牽涉到黃祥興 導致他損失很多工作 王祥興說自己不怪弟弟 只怪別人你用他 幾個月之後 王祥興自己都陷入被包傳聞 他和63歲的女富豪翠美琪成為拉丁舞盤 經常一起練習舞蹈 不過不耐袖 有人見到他們在墓地拍拖 不過 王祥興堅持否認自己被對方包 說這些錢是自己賺了 他曾經說過自己入合後 只和一位女士梁寶賢交往過 不喜歡夜抱 所以都沒有機會認識新人 2007年 他和曹敏利傳出匪聞 當時兩個人一起參加舞動棋 作為舞伴的他們自然相處比較多 傳聞都不知道為什麼就傳開了 之後王祥興開始有第二職業 在香港開了法國餐廳 但最後都沒有持續 之後又做動肉生意 但前幾年受到外界形勢的影響 他的動肉生意一直都只是小規模 現在離開了TVB 會有更多的時間 讓他發展動肉生意 他甚至還會專門跑去法國拿貨 畢竟早年他在法國生活 色法文也對當地的農場比較熟悉 2005年 王祥興報名參加了香港先生選舉 最終憑建設的身材 歲氣立體的五官獲得了啞鈞 之後他就留在香港 簽約TVB 正式踏入了演藝圈 可惜就正如他說的 他在TVB十幾年 一直都是演配角 甚至還被高層規定了戲路和角色 王祥興這些年演藝事業發展不順利 好在感情生活 還算相當幸福 他和圈外老婆Peggy在2010年公開戀情 2013年正式撤結婚 婚後兩人又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一隔五口住在市值兩千多晚的豪宅中 生活非常幸福 幾年後 他認識了現在的圈外老婆Peggy 12年 兩個人在法國結婚 現在他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爸爸了 婚後 夫妻兩人生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一隔五口可以說非常幸福 王祥興表面看上去 有些花花公子的模樣 但對待感情特別專一 是個顧家的好男人 甚至為了妻子 甘願去做結紮手術 雖然王祥興在TVB沒有賺到什麼錢 不過他的餐廳生意越做越大 不擔心生活 又記得21年的時候 還有消息聲稱 要播出新一屆香港先生的比賽 但隨著內鬥的升級 這檔節目 也是在不知不覺中消失 這些年 講如肉眼可見的六拍 大熱節目的消失 和演員的流失 都在讓這個曾經龐大的帝國 慢慢消退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